歡迎收看國務大會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我是余美人 那麼台幣又見二字頭了 那麼這個匯率最近的一個波動 讓我們之後有點擔心 到底要放美金還是放台幣 那有人可能講了 不管美金還台幣 我生吃都不夠了 生吃都不夠的人 是不是要投資股票 賺一點過年的錢 可是好像萬點又守不住了 到底怎麼看呢 我們請到幾位專家 來跟你做分析 首先是世聰 大家好 好 彥立 大家好 還有傑明 大家好 另外在我們商務艙的朋友 是這個憲政兄 還有蔡明珊老師 我想先問一下 上個禮拜台幣二字頭 後市表現 我們要如何觀察 台幣在這一年來講 是所有的一籃子貨幣裡面 最強的 台幣最強 我們台灣的說就是 我們的台幣大幣 台幣比較高 台幣比較有賣 因為匯率本身就是一個國家的購買力 所以理論上來講 如果你是使用美金的人 是很會合的 我們去日本 去買東西 去韓國 去金融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你如果收美金的人 你這個害你 你如果沒有做避險的話 可能就差很多 我們以台積電來講 台積電它去年的整個營收 整年的營收是9479億 那如果換算美金的話 因為它是收美金 290億美金 那它今年它的台幣的一個 用台幣計價的營收 只有成長2%而已 一到十億就要2% 假設它在美國也是收 290億美金 也是做290億美金 回來剩多少 剩8千700億 這樣一來去差780億 這個中間7.62% 那有的工資就賺不到7.62% 最主要台幣會這麼強 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川普上任以後 他的政策裡面 就弱勢免員政策 所以我免金不要太強 因為我要產業回歸 我以後有東西要賣出去 所以我免員不要太強 全世界都要生子 只要他們都不用 對 第二個就是說 過程Q1 Q2 Q3 印三條的美金 剛才90條的台幣 錢印太多錢就不值錢 所以美金就下來 第二個是我們央行 我們彭總財 央行管的是費率率率 通貨膨脹率 他最主要是看通貨膨脹率 因為台灣20年薪水沒上 你萬一不計 如果就衝起來 民怨會增加 所以一直你疑不計 一直疑不計 通貨膨脹不讓它上來 那你只好台幣升值 台幣升值 我們就是付美金的人就會合 對不對 你去買酒油買糖都要燒 所以通貨膨脹就沒有來 第三就是 中華民國從來沒有偷印 一塊錢的鈔票 所以台幣等下這麼高 我們來看 你現在使用美金跟收售美金差很多 第一個我們來看陳偉英 陳偉英是收美金的人 他收了9600萬美金 如果這個美金都沒有拿回來 沒有差 反正在美國9600萬也不減 陳偉英 你二字頭 你不要拿回來 你三字頭拿回來 你好像這樣 現不明就差三億多 對啦 中華假定順的就好了 對啊 不然你現在在33塊到辦那時候 簽約到現在30塊兩角 這樣拿回來 一來一去 差新台幣3億6 3億6 有那一四年也差不到3億6 郭台銘他是使用美金的 所以他這次在威州簽 100億美金的投資 那個時候 11月13月30.377 那個匯率1比30.377 現在如果用我們今天 用12月11號30.2來算 好像差多少 差0.177而已 你不要看0.177 乘了100億加14人 他這樣差一差 17.71的台幣 他升17億的台幣 所以現在很多人想說 到底明年是怎樣 因為我們的央航總裁 這個15月已經今年要卸任了 2018年 對 下個禮拜是最後一次的開會 所以我認為目前來講 我的估算就是31到29之間 因為還是一個柳樹理論 他也不敢一下子這個貶得太大 因為貶得太大美國會罵 那你也不能 不可能一下子升得太強 我們也撞不住 所以這個中間 應該是有一個很小很小 比如我們來看日幣 日幣現在多少 日幣現在很少 日幣現在在114到118中 才能跑而已 人民幣有得要收 6.6中差不多1千元 基本上就大家都沒辦法 對 那韓園也一樣 所以說台幣你在這邊 我個人的估算就 今年第一季之前 應該也是頂多在31到29之間擺檔 那要看誰來當中央銀行總裁 等到明年 因為12月 我覺得如果美國聯準會沒有升息的話 明年第一季一定升息 如果第一季再升息 台灣不升息的話 撞不住了 撞不住的時候 台幣這個時候就要貶 你不貶不行了 所以我認為可能真正的要明朗化 要到明年的第一季末以後 台幣的一個匯率才會明朗 所以台幣又看美元對不對 所以與其知道台幣的狀況 先了解美元的走勢會比較清楚 沒錯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美元 以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從年底一直到 從現在的年底一直到明年年初的話 是比較偏向一個強勢的局面 因為我們知道說其實美元也是一樣 美國人他們年終或是1月 會發年終獎金 所以對美元的需求是比較強 所以美元在這個時候需求大的話 會比較偏強一些些 再來是什麼 我們知道說美國 即將要通過這個稅改的方案 稅改方案之後 有利於資金回到美國去 包括說在海外有非常大量的 公司的這個營利的公司 可能會匯回美國 所以美元的需求會轉強 另外一方面來說的話 這個禮拜可能美國聯準會會升息 以明年來看的話 也有可能會升息 所以在升息跟稅改 兩個利多的支持之下 美元是有可能會比較偏強的 因為如果就新台幣來說 在過去央行總裁 彭槐南執政的日子裡面的話 台幣大概都是28.5到33之間的波動 所以現在很多人就很聰明 碰到快要到30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我要多換一些 美金的狀況 也是因為今年陸陸續續 都一直來挑戰30這個關卡 所以今年其實 美元資產在台灣是大熱賣的 我們舉個例子 今年賣最好的什麼 美元保單 賣得非常好 一共到目前為止賣了大概 3247億的新台幣 而且為什麼 大家都是買那種6年期的 利便型的這個保單 那是利便型的保單 對 就是說這個 雖然說現在你用美元計價 但是這個保單是要報6年 6年 對 要報6年 報6年也是有風險 當然有風險 但是因為現在的這個價格好 所以很多人就這樣做 而且說這個利率的這個 宣告利率的話 大概有到3.9%的 如果你實際換回來的話 大概獲利可能一年的年報 年化報酬率有3%左右 所以這個對很多定存組來說 他覺得這個是個好機會 所以今年為什麼 美元保單會賣得非常好 美元商品都賣得非常好 六年之後 匯率差很多 不是弄掉 對 有可能 所以你就盡量 利息就被匯率吃掉 所以為什麼靠近30 就很多人要做這個 靠近30才就可能再多繳一點 靠近30才就多繳一點點 用這樣的方式來 像台幣很強 他乾脆一次蹲腳 對 一次蹲腳也有這樣子的狀況 他繳得多 所以一次就繳掉 這是一個商品 另外一個商品就是美元定存 事實上最近期的話 很多外商銀行 或是本國的銀行 都有在推那種美元定存 而且他是可能綁6個月 綁3個月 利率是比一年起的 定存利率都還要更高 除了這個之外 事實上 因為我常常往東南亞跑 我這幾年都鼓勵大家 可以去檢母再存定存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給大家看上面那個表單 那個表單是我找了 最近期的柬埔寨的主要銀行 他們的定存的利率 用美元 美元計價 你看最好的PPCB 也就是說金邊商業銀行 他一年起的話 大概是5.25%左右 這已經下來了 之前更高 更高 對 之前有到7% 對 他是跟著美國 所以如果美國升息的話 他可能也會再跟著升 包括說你看 我們看最下面這個 還有國內的國泰釋華銀行 大概在那邊也有4% 我這邊帶回來說 就是PPCB的開戶的這個賬單 你要什麼開戶呢 第一個 你拿你的護照去 護照當然是有效護照 再來就是你要當地的簽證 當地簽證的話 他有分兩種 你這個是說去柬埔寨開戶對不對 對 那你國泰釋華這個可以在台灣開戶 沒有 也是要去那邊開戶 都要去那邊開戶 然後你開戶的時候 因為他有這個開戶的時候 他們這個柬埔寨的定存 他有繳一種叫資本利得稅 資本利得稅的時候 跟你的簽證就有關 他們這個柬埔寨的簽證有分兩種 一種是短期的簽證 一個月期 一個是半年期的商務簽證 那如果你是辦商務簽證 去這個定存的話 他扣的資本利得稅是6% 那如果你是用一個月期的 那種短期簽證的話 他扣的資本利得稅是14%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做 這個柬埔寨的定存的話 你就在入關的時候 你跟他說你要辦商務簽證 商務簽證大概費用 比這個一般的簽證貴幾十塊美金 不過我跟你講 你真的在國外也是有風險 你要拿回來不好拿 也不會啦 現在他們現在有很多網路的 他們沒有外匯管制 這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投資不應不保障一定獲利 投資有一定的風險 請各位參考自己的膽子 跟自己的心臟 好嗎 OK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台幣生生不息 台股應該有收費的股票 就是收美金的 不是收美金的之後 做出口的 做出口的會賺 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台幣的升值 現在進行式 那升息呢 憲哥剛才講的是未來是 不對 不做出口會賺 進口的會賺 對 進口的比較好 做進口的 做進口的會賺 對 互免金的 這個未來的台幣 假如既升息又升值的話 我們的玄谷的一個方向 思維都全部改變 驚天動地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台幣 從最高的34塊 到現在30塊 已經升過了10% 那今年 對美元已經升了7% 這個是人民幣 同步看 人民幣也是今年 首度的在最近三年當中 轉為升值 過去都貶值 那大概今年升了4% 那大家會覺得說 那可能升到差不多了 錯 我們看歷史的經驗 這10年來你可以發現 台幣在金融海嘯的時候35 那後來經濟變好了 就開始升息 所以你看這一段 這一段是升值 但是後來在2010年到2011年 開始升息了以後 你看台幣從31.5到28.5 還有一段 我再整理一下 這一段就很像現在這一段 只有升值 但是一旦台幣升息了以後 升值會怎麼樣 更兇 所以我們現在明年可能缺 後面這一段 夭壽 怎麼這麼說會到幾個 就真的二字頭 二到什麼程度 28.5的可能性就很高 這個價位是28.5 那現在我們給各位看 這個對股市的影響就出現了 我們看股市 當時台幣是央行溫和升息兩碼半 就0.625% 那台幣從31.5到28.5升值了10% 股市大概大漲30% 好 重點選什麼股票 投資人最在意的是瓶蓋三巨頭 你看台積電漲35% 是擊敗大盤的30% 但擊敗的不多 你這三張 你這三個股票的這個數字 也是2010年到2011年 同一個時期 OK 好 那大力光漲得就多 因為當時的iPhone 這個話數 都一直在提高 170% 但有一個很奇怪 鴻海大跌60% 為什麼 第一個 當時的 富士康的公安問題 對 核碩 首度的打入了組裝 來搶這個鴻海訂單 更關鍵的是 不要忘了 我們剛才給各位看 兩岸貨幣同步升值 對不對 欸 鴻海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100萬元工一台後 當地給供應商付人民幣 薪水付什麼 人民幣 但它的產品出口是拿什麼 美金 這最重要喔 所以我們操作這些 出口台商的股票 你明年要注意到兩岸貨幣 是不是都會升息 看起來機率很高喔 是啊 會升息喔 那會升值 但是呢 誰受惠呢 所以受惠的股票 富邦金漲38% 為什麼 你升息對金融業有利嘛 銀行的利差擴大 對對對 但是其實漲最多的是誰 台塑 台塑當時 他要有的都用 台塑當時股票漲90%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整個全球都在升息的時候 通膨起來 原物料最受惠 當然也有受害的誰啊 比如那個台光電 觀眾假如有這檔股票 你注意一下 台光電最近股票 就莫名其妙一路跌 其實他獲利非常好 做銅箔 那為什麼 因為你原物料漲起來的時候 那個銅啊 漲價了 原物料漲價 把它的利潤給吃掉了 本錢變高 台幣升息 加升值 那對這個 我們的股市的投資 可能啊 你要全盤 改變你的選股方向 可是你知道 台灣跟大陸 因為很多人 手上真的都有人民幣 到底人民幣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邏輯 沒有錯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圖形最右下方 就是台灣現在今年 你看到從這個 大概六七月第一點開始 人民幣的存款 又開始增加了 所以很多人的越來越認同 人民幣 未來可能是一個 很重要的交換貨幣 那麼今年有個大消息 就是我們知道 這個中國大陸 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的需求國 那所以他現在 最近在跟這個 沙特拉伯談判 那沙特是 是主要他的石油供應商 就是說我可不可以用人民幣 來做交易 那當然你就要看你人民幣 夠不夠這個質量啊 因為這個沙特拉伯的交易 大部分都是美元嘛 那我人民幣換過去 我要換成美元 如果中間有匯差呢 那我現在又靠石油價 石油生油不那麼好做 所以呢 這個中國就想一招 那沒關係啦 那我們就先來 這個做一個人民幣 石油期貨可不可以 就是只會的人油 以前叫美油嘛 美金油嘛 現在叫人民幣人油 我們來做一個這樣的匯率 做一個起貨 你知道現在在中國 它的起貨市場是很好的 就是只要有一個新的產品 很多的路 大媽們都很愛買 所以這已經宣告一件事情 人民幣它在明年 一定要趕快擠入 全球前四大的交易貨幣 就在全球所謂的一籃子貨幣 台灣還沒有在一籃子貨幣 台灣不是全球主要貨幣 台灣是邊緣貨幣 人民幣才是一籃子貨幣 希望能夠往前推升 因為最近往下掉 那麼到底人民幣 是不是時機買 我最近最開心 就是台幣大幅升值 就升到29塊9 這個是我覺得應該是相對高 因為我們以前講台幣 台幣有個個性 台幣弱弱不過11月 強強不過5月 就是每一年 你看今年就很準 台幣弱到11月就反彈 但強不過5月 不過從這個圖你看得出來 美元實際上是今年最弱的 台幣今年很強 台幣今年只輸歐元跟英鎊 所以現在用這麼強的台幣 去買這些弱勢的貨幣 坦白講也不是件壞事 尤其像人民幣 為什麼要特別談這件事情 因為今年可以看得出來 歐元外資投資大概280幾億美金 亞洲地區投資最多是台灣 台灣投資了將近90億 第二名是韓國 所以台幣這麼強 是因為外資到台灣買台股 明年會不會這麼多 我不知道 但肯定是明年去買人民幣的 就是進去買 因為他加入這個 就是我們說的國際指數 所以明年買人民幣去買 人民中國股市一定會多 其實目前來看 三個月有 你說出來 三個月大眾營是3.8 沒有 3月3.6 6個月3.8 6個月3.8 但是其他銀行 大概三個月 你看這個日盛銀行 三個月就3.7 對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其實最近你知道 每次到了這個過年 中國的過年的年關 中國每個分行的行長 就是那個小點的行長 他們都有一個很大的工作 就是要去把這個存款 拉進來 這是他的指標 他存款拉越高 他的行長就繼續幹 如果他的指標是低的話 See you next week 下次又見了 所以他們就會把這個利息 就缺人民缺很兇 所以我其實蠻建議說 也許這三個月的匯率 還有可能往上跳 現在趁台幣還蠻強的時候 去買一些人民幣擺著 然後最近做一個 三個月期的人民幣的利率 我覺得是可以 有機會去銀行談 搞不好可以做到4.0 都有機會 不是 是現在你有人民幣 不要換回台幣 對 就是現在趕快去買 放著 放著就好了 放著就好 對 因為明年不知道 外資還會不會像今年 這麼愛台股 但明年肯定愛這個中國股市 對 OK 好 那麼我想問一下 那麼這個 因為市聰馬上就要去日本 做一個自助旅行了 他的日幣要怎麼處理呢 燕麗 市聰當然是有自己的看法 不過我補充一下 我自己的一個看法 那日圓其實相對於 台幣今年以來很強 所以相較之下 日幣是比較扁的一個情況 三個月大概是扁了5%之多 所以對於一些哈日族來說 當然就是福利很多 我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這樣觀眾朋友會比較清楚 假設我們要換20萬的日圓 如果我們是在8月21號來換的話 當時的匯率是0.281 那麼我們可以換的 要用5萬6千多塊台幣 才能夠去換 因為日幣扁嘛 剛好提到 所以如果我們是12月11號去換的話 當時的匯率是0.267 那麼我們是要用5萬3千多塊去換 換句話說這一來一回之間 我們大家可以省下 2千8百塊的一個台幣 還不錯 那我等於什麼折扣都沒有 20萬日幣我就已經打9折了 對 那2千8可以做不少試 所以等於9折了嘛 等於我有20萬日幣買東西 我已經自己打夠多了 差很多 對 那如果說再加上消費稅 退稅8% 那感覺我們手變得更大 可以買更多東西 已經可以吃一頓了 褐褐這樣 好 所以舉例喔 這省下的2千8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包括這個晴空塔的門票 現審5張 還有一籃拉麵 雖然我知道美人姐妹 我特別愛吃喜歡吃她的蛋 可以現審13碗的一個拉麵 我真的 我真的不能在本節目 太強烈表現個人的喜好這樣 iPhone 8不難用啦 好 總之這個是日幣的一個情況 我對日幣的看法是 因為其實剛剛前面幾位來賓 都有特別提到 因為美國要升級了 看起來明年也有可能 升個兩三次以上 所以短線 我要強調的是短線 美元會強 當然每次升級就會談一下 但是長線 我認為川普還是會維持一個 比較弱勢美元的一個格局 所以短線 美元會反彈 但長線我認為美元還是一個 比較呈現弱勢的一個格局 所以我認為日元 一旦美元是弱勢的話 日元它還是會成為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避險的一個工具 所以到時候日元反而是有 比較走多的一個機會 換句話說 觀眾朋友如果你是哈日主 你可以趁日元在扁的時候 分批趕快去換 免得到時候日元漲上來 你會覺得說 怎麼少賺那麼多錢 另外我們來講 以下其他亞洲貨幣的一個情況 因為我們很多觀眾朋友 喜歡去韓國玩 去泰國玩 今年以來 亞洲貨幣以頭最強的就是韓元 韓元對美元指數是大漲了11% 當然跟剛剛傑民哥提到說 外資去買了韓國股市 也因為他們通膨比較高的一個關係 前一陣子他們升息了 所以很多的外資分析師 對於韓元明年的看法認為 有看比較多的認為 甚至認為說明年韓元 還會再升9%以上 如果再升9%的話 我想對台灣有一些相關產業 我們確實是競爭的一個格局 所以對台灣一些相關產業 會有多多少少有一些影響 那泰銖也蠻有意思 泰銖其實今年在亞洲貨幣以頭 表現蠻強勁 它對美元大概是升了9% 對台幣還剩4% 台幣今年已經很強了 沒想到泰銖對台幣還大升了4% 那最主要就是泰國的經濟 其實穩步在成長 那泰國政府為了防止這個 太多的錢一直跑到泰國去 甚至開放了一個新的政策 希望大家特別是泰國當地人 如果你有錢的話 鼓勵你們去買外國的一些資產 所以看起來明年泰幣 還是會漲的一個情況 只是說目前台灣 比較沒有針對韓元跟泰幣 有一些高利定存的一個專案 所以大家要怎麼投資的話 大家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個思考 好 那麼另外我們很想要知道 就是說這個台股 這個萬點大觀守不守得住 那我們待會回來告訴你 外資是賣真的 還是賣假的 好 外資提款700億 賣真的賣假的 應該是賣真的 我認為這次外資到目前來講 應該是吃了蹭頭鐵的心 應該是賣賣賣 有人賺錢就是有人要了解而已 對 但是我們現在看 我們國內來講 譬如說謝金河他說 那我們來看三雄 那三雄來講鴻海已經是半年線 年線通通跌破了 大立光年線已經跌破了 剩下台積電現在還在撐而已 那我們大盤是跌破半年線 理論上來講 你如果跌破半年線 跌破年線的比大盤還弱 那這種股票反彈都要賣 那如果你現在手上的股票 是比大盤強的 那你要找停利點 因為最近有在創新高的 你要找停利點 那如果說你的手上股票 跟大盤一樣的 那我還是建議要減碼 因為目前來看的話 你雖然是12月有一段行情 但這一段的行情應該是 已經大家在布局明年會漲的股票 而不是去年的老題材 應該要找一個新的題材 新的故事 有一些新的產能 有一些新的面孔 讓你覺得哇一下的 那種股票才可以 所以我今天有兩檔股票 來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第一檔是中租 那中租是對一些比較保守的人 我一個朋友在交易所上班 他退休了 我跟他講中租 我記得是差不多六年前 他買39塊 到現在還抱著 到現在還抱著 那他中租在過去三年 每年都賺六塊 每年都配三塊 他的配股率現金差不多50%左右 那平均的股價 差不多在六十幾塊 到八十幾塊中間在跑 他非常穩定 那他去年 因為切入到馬來西亞的市場 今年又拿到菲律賓的市場 菲律賓的市場比馬來西亞大五倍 菲律賓是一億人 所以明年來看 我看他未來成長的空間是滿大的 如果你是屬於保守的投資朋友來講 他只要低於在八十塊以下 你就分批滿 那另外上藥這檔股票 過去四年通通虧錢 他其實是一個人家藉口上市的公司 他現在是一個營建公司的 他以前是塑膠公司 所以他一三列 但是他在台南有一個湖美地堡 今年會全部交屋 交了三十億 很可能賺六塊錢 那明年開始問題是 你要明年有才好 明年後年還有八十億的一個完工入障 因為這個是國際會計準則 IFRS就是完工才算入障 所以他可能未來的營建公司 就是第一年虧錢 第二年虧錢 第三年賺翻了 那你也不要以為用賺翻了 去乘以本一筆 那沒有本一筆的觀念 沒有本一筆的觀念 是他連續虧四年 今年轉虧為雲 那明年還有錢賺 後年還有錢賺 所以未來應該有機會表現一下 是 那我想問一下世聰 就是說2018好快 我想說明年明年 可是明年就是兩個禮拜以後了 對 沒錯 事實上最近幾的股市在回檔 那事實上 歲月催逼 人快老 可怕 對啊 但是也是這個 重新再從頭出發了一個好時機 那因為最近的股市疊疊不休 那我覺得這個疊疊不休的過程中間 我們反而要留意說 像剛才憲哥講的沒有錯 就是這個回檔的過程中間 它相對大盤指數要比較強的個股 那最好是明年有一些story 有一些故事 那最好是不為人知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講 第一檔是宣德 為什麼要講宣德 事實上我們過去在投資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人投資 也就是說在過去的年代裡面 你只要鴻海郭台銘 他說他要做什麼 要入股哪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絕對是大漲 但是現在郭台銘那個光環 慢慢慢慢在暗淡之中 現在有另外一個人崛起 那個人就是力訓的王來春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一次庫克不是到中國大道去訪問嗎 他沒有去看鴻海 他去看力訓 那為什麼去看力訓呢 除了是說他就在看他AirPods的耳機的生產之外 傳言中他去看什麼 AirPower的這個生產線 AirPower是什麼 就是未來蘋果即將在明年推出的 無線充電這一塊 那這一塊 那據我們目前得到的訊息是由力訓獨家拿下 那力訓獨家拿下的時候 他會怎麼做呢 我們先給大家講 過去一年你只要沾上王來春的力訓公司的全部大漲 從台股的這個美律 從台股的這個康控 全部都是沾上王來春的這個光環 中國大陸還有另外一家叫做東尼電子 東方的東尼是尼姑的尼 東尼電子 他也是王來春有入股他 今年的股價從18.73塊漲到87.85塊 也就是說過去你只要沾上王來春邊的全部都大漲 只有一檔公司沒有大漲 那就是宣德 宣德還是他持有最高40%的這個股份 那我們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他有機會 因為今年宣德跟這個王來春的力訓 他們有在中國大陸合資幾座場 那幾座場的這個佔股的比率中間 都讓宣德佔的持股比率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未來是不是有機會關單到宣德 我們大家持續觀察 第二檔是玉民 為什麼講玉民呢 他其實是散裝貨櫃輪 那散裝貨櫃輪過去幾年的話 是殺得非常非常慘 但是如果注意到的話 今年的BDI指數 也就是說這個貨櫃輪的指數 他今年已經漲了70% 那就這個玉民來說的話 他只是初步反映說報價回升 因為他們的這個散裝貨櫃輪 都是一年一約 或是說半年一約 那這個新的這個 因為這個指數大漲 但是他只能在明年初反映 所以明年玉民的獲利會非常好 那今年的話 他也沒有怎麼大漲過 我覺得這個安全度都非常高 另外一個就是金融股 金融股的話 當然你首選是富邦國泰 但是富邦跟這個國泰金沒有錯 那第二的話 我覺得中信金也可以留意 因為第一個 他在銷金這一塊一直表現非常好 那在保險這一塊的話 他跟這個台售寶的整合之後 慢慢的這個效益 有機會在未來發 慢慢的發酵 而且你看 他股價也幾乎是還是沒有怎麼動 我就覺得是 這都是可以逢低留意的極膽股票 OK 好 現在已經要講到2018年了 對 2018年第一個想法就是 手機大概都會用OLED 這大概是確認了 聯電試機可能OLED的需求量會增加 那簽附是今年上半年漲很兇 下半年稍微休息 他是主要做這個OLED的關鍵零組件 獲利非常好 股價48塊 不過我其實比較講後面這兩檔 因為這個封裝測試一直都是非常值得關係 因為明年是進入到就是晶圓代工大爆發 所以你後面的封裝跟測試需求會上漲 但是你必須要有一條龍 就從附近封裝一直到測試 你全都要做 那這家公司是今年剛剛公佈10月份營收 營收成長63.77個百分點 我寫在上面 本益比只有13.85倍 因為他是受惠於買下把台新科買下來 台新科就上由附近封測一直到 他把附近封裝一直做到完一條龍 所以營收已經看到63.77非常驚人 這很實際的看到他 本益比又偏低 所以明年 而且跟外資沒關係 現在不要碰到外資會比較安全 那另外一個公司也是值得關注 他股價比較貴是132塊 我估計明年應該還表現得非常驚人 132塊本益比15.37倍 那會不會本益比太高呢 其實不會 他的今年11月的營收 是一口氣大幅增加了62.33 比去年同期 所以那股價是上漲有理的 為什麼要談這件事情 我記得我在這節目上面 有跟大家報告 未來5G的時代是 一分鐘之內可以下載70部電影 不論是雲端計算的 手機的記憶 甚至我們說的車聯網什麼物聯網 你都要記憶體 所以記憶體這個行業 記憶體設計的行業 就是公控 未來可能是 你沒有辦法想像的 特別是他又切到伺服器 所以你知道什麼 雲端運算就是伺服器 所以我對怡鼎這個公司是 應該這未來 這不是只有明年是爆發期 可能是未來這三年 只要進入到5G時代之前 就5G說正式開通那一天 故事結束 5G還沒正式開通之前 是要不斷的買 那麼接下來要問的是 這個蔡老師 原物量上漲 大陸的經濟就持續的一個復甦 那明年我們看中國 有一家公司叫中式化 做什麼 做胡適原料 我們這個衣服 最上有的那個化纖 叫CPL CPL最近的報價開始漲 為什麼 中國明年元旦開始 定向降準 就是那個 降那個存款整備 針對那些中小企業 那中小企業就可以拿到 多一點的貸款 準備來回補庫存 所以原料起來 也就是說 中國假如經濟變好的話 你不要想每個人都在買iPhone X 不是 多買幾件衣服 那個化纖的原料會上來 他是台灣第一家 獨家生產CPL 全球第五大 那明年又董監改選 他每隔三年董監改選 那真的是好戲連連 那今年的獲利EPS2.5 大概創下6年的高點 但是股價跟這6年最高 還差了兩倍 這個就有機會了 好 再過來 中國經濟變好 大家會買電視 冰箱 電器那個外面是塑膠殼 有一種產品叫ABS 台達化生產 它在中國就有產房 那今年它EPS 我們估它1.5 是7年最高 股價跟7年來 最高的那個價位 還差了60% 所以你可以看他們的線型 都開始 最近不是電子股跌嗎 你注意看 他們都不跌 都不跌 隱隱約約有顯示 聰明錢 就是厲害的人 他已經看到未來 他去做這一部分的 股票的佈局 問一下燕麗 這個原物料 還有什麼股票 是值得我們要看的 對 其實我的看法 跟蔡總是蠻接近的 那最主要是因為 我認為油價雖然2017年 已經大漲了18% 但明年看起來是一漲難跌 意思是說 其實不僅是工序的一個問題 當然也漲 耶路撒冷這樣不漲 對啊 耶路撒冷 反正川普就想辦法 把油價做上去 那另外有幾個 基本面的一個因素 包括OPEC的減產的協議 是到年底 還有中東最重要的一個 國營石油的企業 2018年要刮牌上市 要IPO了 所以呢 他油價不可能 爛到哪裡去 因為這會損其他 這個中東還有其他的 相關財團的一個利益 那延續剛剛蔡總講的 這個原物料塑化股的行情 很看好 幫大家選了極端股票 那第一檔當然說台速 台速就非常非常的穩健 其實今年以來沒什麼漲 但是也沒什麼跌 而且剛公佈的 11月份的一個業績 台速四保跟這個 下個月比較起來 其實是至少是成長了 這個一成左右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如果比較穩健型的 觀眾朋友可以針對這檔 有一些佈局 那華夏呢 包括這個華夏跟東聯 其實不僅是這個PVC EGR SM等等 其實所有的報價都在上揚 那剛剛提到華夏 華夏它第四季的獲利 目前預估 大概跟第三季比起來 會呈現一個比較 這個上揚的一個格局 那其實這三檔股票裡頭 三大法輪一直都在買 而且是最近這三四個交易日 都在買的就是東聯 那東聯相較於台速四保 當然它的股本就比較小 那股性也比較活潑 那也因為這個法輪 有在做一個加碼佈局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認為其實後世 其實是有一些空間的 那特別是它的股性也比較活潑 然後剛才提到就是報價 通通都有在上揚 所以其實我認為 因為過去數化股今年這一整年 都沒有什麼大漲的一個情況 那太總剛剛說了 目前看起來電子股在下跌 反正數化股參在這 明年第一季又是數化股的 一個傳統的一個旺季 所以我認為整個數化族群 都會有表現的一個空間跟機會 只是官朋友 你可能要視自己的一個風險 承受度去挑選 適合你的一些相關的一個股票 如果有這個清朝的人 穿越到民國來 穿越到現代來 他一定會覺得我們念錯字 因為在清朝是有徽商 安徽的商人 是非常有名的 對不對 他們的商業運作 商業思想是很厲害的 他如果穿越到現在 他一定覺得我們念錯了 應該是徽商 我們總統念遺商呢 OK 好 這是新的一種商品 遺商 就是在微信的一個 發展出來的一個商業模式 那微信發展出來的商業模式 關鍵在一個圈 這個不是塑膠圈 也不是橡皮圈 叫做朋友圈 對 朋友圈可以造成什麼樣的一個商業模式呢 然後歐巴馬怎樣被坑呢 待會兒我來告訴你 馬上回來 好 接下來我們要講這個 微商 就是朋友圈的一個經濟 對 所以呢 也就是因為這種朋友圈的特性 才會發生以下這些 覺得很瞎的事情 對沒錯 事實上這個歐巴馬 也就卸任了美國總統 他前一陣子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中國大陸訪問的時候 他在出席一個中小企業的高峰會 在這個會中有2500個企業家 跟他一起在那邊聽他的演講 講完之後 沒想到有一個叫做微商的 類似這樣的單位 他就辦了一個叫做 微商的見面會 微商的見面會 它有一個門檻 就是說你在聽完這個會議之後 你要辦你跟歐巴馬的見面會 他有一個這個入門的入場券 要花2700塊的這個人民台幣 如果你要跟他握手的話 要花大概90萬的台幣 如果你要跟他拍照的話 要花113萬到136萬的台幣 所以你就看到說 很多人搶著跟他這個照相 我們給大家看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是有一張是批的 有一張是真實的 也就是說很多人拍 因為大概這個會中 大概有100多個人跟他拍照 那拍完照之後這些微商 就馬上PO到網路上說 你看我跟歐巴馬見面 可是很多人看了這100張照片 都覺得說歐巴馬 好像姿勢都擺一樣 到底是這個是真的歐巴馬 還是人家批上去的圖 所以網路上就有人 KUSO在批這個圖 那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因為微商就是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有真的有假的 因為後來很多人就KUSO 那微商的話就是說 事實上是在微信 或是在微博上面 這個一些商城 那這個商城 現在人家就說 他這個微商 收了這些見面會 千千後後收了2億台幣 這個到底歐巴馬知道還是不知道 因為搞不好歐巴馬 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就被利用了 就被坑了2億台幣左右 不過我跟大家講 事實上對歐巴馬來說 他也不在乎這個 因為歐巴馬現在號稱是 史上最會賺錢的 美國的卸任總統 因為他很年輕 對 而且他很受歡迎 所以現在已經有美國出版社 捧著6千萬美金給他說 那我們要你的自賺的 獨家的代理費 所以他有6千萬美金已經入賬 6千萬美金折合新台幣 是18億台幣 那還不只這個 他還什麼 他目前公開出席 一場的演講活動 要四十萬美金 四十萬美金你算一算的話 也是要一千兩百萬台幣 他這樣賺下去 他怎麼還要回來選總統 他應該不會 因為太好賺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現在也是真的 紅到全世界都想要走下去 不然如果這次讓川普做完 民主黨還沒人的時候 他也是有機會對不對 這樣我知道每個人都不會去選總統 對對對 選總統 選總統 來問一下 各位 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個照片對微商來講 是有價值的 因為你知道現在都是那種 網路社群媒體 PO照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也是一個很顯擺的事情 所以有價值 所以有時候也許像 世衝 傑民豔利 你們出去不要隨便拍照 那搞不好主辦單位都另外收錢 對不對 然後只給你們出席費5000塊 有可能 對啊 我想問一下傑民 什麼叫做微商經濟 微商已經成為多層次的一個傳銷 甚至有商人專門針對 微信特別要的商品 第二 時間要短 而且重複使用 然後產品要炫 這個就有生意 所以你可以從哪裡看出來 我們知道在中國 所以我在我 他就只賣我自己的朋友圈 對 就賣他的朋友圈 因為朋友圈才信任 要不然是騙人的 對不對 那因為支付工具的方便 所以還是會發展出來 重點在這裡 金管會 聽到了沒有 支付工具的方便 所以如果 你看燕莉喜歡灰色 我今天剛好穿一件灰色毛衣 我這件毛衣是心機之重的 為什麼 我大概穿了幾百件毛衣 才找到這一款叫做紙片人毛衣 任何虎被熊耀的女人 穿來側面看都是紙片 好瘦 有沒有 而且他叫做大臉必備的毛衣 為什麼 大臉都不能穿高齡 可是他這邊破一個口看到沒 他這邊破一個口 臉立刻變小 有尖下巴看到沒 然後我們有時候穿衣服 如果就直直的這樣子 就像阿桑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這樣倒縮 這樣有一個困境對不對 有時候不會浮沉好 他又困境又沒有困境 我告訴你 心機在這裡他有拉鍊 他有鐵鍊看到沒 而且是空的耶 對 暗藏心機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個折痕在這裡 對 要買嗎 我有五件 對 你的微信帳號是多少 然後你就錢給我 要買 我打給你 錢就打給你了 然後我看你錢打給我的時候 我再寄給你 對 就這麼簡單 我打給你都不用手續費 你現在去銀行隨便都要七塊 十四塊 三十塊 我們以前匯一個錢都要三十塊 微信支付不用收手續費 都沒有 我就打給你就好了 你如果比如說像你是網紅 好高興今天送你一部汽車 那是代號 馬上打賞 打賞也不用 100塊人民幣打賞 所以這個事情 這個不得了 這是螞蟻熊兵 對 螞蟻熊兵 所以在去年就做了 1.6兆新台幣業績 可是它是這樣跳躍性的成長 一開始沒有什麼數量 就短短的 1.6兆所以今年 數字更大 因為今年數字還沒出來 但是也看出來很多人進來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知道號稱中國 顏值最高的范冰冰 范冰冰不去做大廣告 他在替維莎做廣告 這可了不起 而且他做兩個廣告 第一個是說你要去蠻嗎 我不知道我們皮膚會有蠻 你插我這中華神照蠻就取消 這個收了天文數字的代言費 他現在又替一個 這個我們說的燕窩 又代代言 而且是異級 用異計算代言 你就可以知道 看他演的電影送你一個燕窩 你看他閒不閒 所以可以知道 這個圍商的生意是越來越好 當然也有一些負面的 這個負面的效率對范冰冰 不過范冰因為切到圍商 表示圍商在中國越來火紅 我的朋友就做這個生意 他就是 他是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購物專家 他有微信 他就開始把一些 他就是他出國各國去玩的 帶一些很漂亮的小飾品 大家都認識他 就慢慢的說 你這飾品在哪裡買的 我說我有一些 就這樣做 就這樣做 這樣生意 他現在一個月可以做到二十幾萬 就做這些朋友 大明星也靠微商來賺錢嗎 我們先講林睿洋跟張婷 包圓輪了 對 因為他之前進行房地產 事業非常的成功 媒體預估他的身價 至少是高達 整合台幣是150億以上 不過這對夫妻坦白說 真的是搶錢一主 因為他們除了房地產之外 他們也認為說反正自己的人脈圈 朋友圈這麼廣大 賣面膜 賣保養品什麼 通通都賣 這對夫妻厲害的地方是 就連跟女兒在視訊的時候 林睿洋說不要叫我林睿洋 不要叫我林老闆 要叫我林大哥 這樣可以拉近我們彼此之間之一 而且跟女兒視訊的時候 還要敷著黑黑的 就是他們家的面膜 所以聽說光是發薪水 一個月就發了12到13億的台幣 不過就像剛剛傑民哥講的 還是有一些修紛 包括有幾個網友就提出一些 不同的想法 認為他們家的面膜 好像敷了之後效果沒有那麼好 哎呀 這個是生意做那麼大 難免了 對 那我們趕快再講 更厲害的人叫做郭德鋼 他其實是大陸非常有名的 相聲的一個大師跟主持人 好啦 他其實也是所有藝人裡頭 最早去經營面膜事業的 現在面膜在中國大陸超好賣 那我印象很深刻 他幾年前開始在微商 去賣他的面膜品牌的時候 因為他之前錄影跟林志穎是一起錄的 明明只比林志穎大一歲 可是網友都笑他 看起來像林志穎的爸爸 所以當他出來賣面膜的時候 網友又開始焉瑜他說 那夫 你的面膜可以就變成 另外一個林志穎嗎 他說 想辦法囉 努力囉 所以事實上這麼多年下來 他的微商不僅賣面膜 賣紅酒 也賣其他的一個民生的一些用品 台灣網路不能賣 電商不能賣酒 他的紅酒應該是其他的一個事業體在賣 因為他還有一些實體的一個店面 那再加上他自己的相聲的 本業經營的也蠻有聲有色的 所以他現在旗下的公司的市值 就高達68億 那換句話說他自己 他自己曾經有透露 他旗下的這個德雲社這家企業 他認為有上市上櫃 就上市掛牌的這樣的一個實力 那至於會不會真的上市 我們就不知道 再看看囉 那另外一個就是 台灣很多年輕人喜歡的潘瑋柏 那潘瑋柏其實這過去這一兩年 在中國大陸非常非常的火紅 上了這個中國遊戲 不過大家對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哇 潘瑋柏出道也不夠短 就有 也是幾年了啦 可是他憑什麼這樣的一個 經濟的條件可以帶 骷髏表價值台幣兩千萬 開跑車價值台幣一千五百萬 然後大家去了解一下才發現說 其實潘瑋柏副業經營的蠻不錯的 包括他跟這個主持人 潘瑋柏在那個中國有西漢 非常紅 對 所以當媒體在質疑 他的身價的時候他也沒有多說 但是他有特別強調 他經營蠻多的一個事業 包括這個潮牌是跟李承合作的 叫做NPC 那就是賣一些潮牌的服飾 或者是一些運動用品 那他還有其他的什麼髮廊 餐廳 牛肉麵 至少有經營六到七種的一個副業 所以他現在大家預估說他至少 他的這個微博粉絲有兩千五百萬人 所以他的這個 自己他的身價 關於潘瑋柏的身價 大家也認為至少有好幾個億以上 一定有 他太紅了 他太紅了 有時候我也會看到那個朋友圈 有去 也有一些那個微信 有大陸的朋友會傳過來一些圖片 我覺得好好笑 因為他們微信的那個話術真的好可愛 爆款 你就直接講 這個PO一張圖 就直接講這一件爆款 OK 是貨的親門不囉嗦 就是很好玩那種 那種文字都有一個特殊的語言這樣 但是你要知道 人家爆款賣到什麼 多爆款 來 我告訴你 有一個網紅 五個小時 五點鐘 我們的購物天后 當然沒有人賣過 台灣的電視購物天后 也沒有賣過超過這樣的 五個小時賣3.2個億 待會兒回來他怎麼賣的 好 咱看看人家網紅 五個小時賣3.2個億 怎麼做到的 憲哥 對 薇婭目前來講 是大陸淘寶的一個 最牛的網紅 長這樣 對 今年的 三福去了 對 長太美了 今年的10月10號那一天晚上 他把一家粉絲零的一個新的店面 五個小時直接砍下7千萬的一個人民幣 等於3.2億台幣 他等於是每一個小時 每一分鐘賣超過100萬元 這樣的話他可以抽10% 他可以抽3000萬 他那一天晚上幫那一家店賣了3.2億 他也為自己 賺下了3000萬的獎金10% 你想想看為什麼會那麼厲害 其實他有一點點像美人 剛剛你在展示的一樣 你看我穿這件好不好看 這件你看我小肉肩膀 他有一個小缺點 他不會只有講優點 他有小缺點怎樣 人家就是信服他 他的粉絲就有156萬 他每一次的直播 50萬人在看 你想想看這個衣服是一秒鐘 一秒鐘這樣賣出去了 你說他很厲害嗎 沒有 他在去年的5月之前 他還是一個虧錢的一個 電商的一個小賣家 他在深圳他虧了100多萬的 一個人民幣 把一棟小房子賣掉 後來5月的時候 那個淘寶就問他要不要來當 要第一天才5000人在看 結果他慢慢 現在已經156萬粉絲在追蹤 我們看那個會議的 加拿大喜劇演員 這菲律賓人他在Mike 他154萬人追蹤 他也為他在菲律賓 攢了兩間的房子 他就是用搞笑的方式 他把菲律賓文化創意 他有特色 他深入民間 他也不是說在這個攝影棚裡面 他到處走 他也不是說在